嗨 亲爱的同学们 田田老师又回来了 今天田田老师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你们看不到啊 其实我现在光着教给大家讲 这样更接地气 更加带劲 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因为今天我们总复习之空间与图形啊 按我的计划 我觉得那真是 讲个十节八节的我都讲得了 但你这没办法 只给我一节 所以哎 这样我更接地气 让我发挥的啊 即使这一节课 我争取也把所有的最重要的也给大家梳理清楚 好了 那废话不多说了 赶紧NA进入到田田老师的这一项的课堂中 我们说几何啊 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到小学我们会发现 其实到了比较高的年纪才开始接触 是这样的吧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他考察了孩子的空间想象的能力 而且他对习惯和能力要求也比较高 然后呢 他还体现了我们生活中的创新性 生活中到处都是图形几何 是不是这样的 在第一年级啊 讲了同学们听不太懂 所以我们高年级才讲 但由于正是由于我们高年级才讲 所以很多同学印象中觉得几何有点难 但具体难不难呢 其实我跟大家说几何体并不难 而且非常有趣 几何这个事情啊 第一个他在考试中一定会考到 大概因为代数部分我觉得怎么着也得占到50% 然后几何怎么着也得占到最少30% 还有一些004次其他的就构成了我们整样的卷子 所以呢 他还是属于 哎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的几何从四个维度展开的 哪四个维度呢 就是我们的点 线 面 还有我们的起 点就是点呗 线就是直线 比如说周长这些都是跟线有关 哎 然后呢 接着呢 就是我们的平面图形 比如说圆呢 这些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的立体图形 哎 比如说在这学期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前几节课我们就刚刚学过圆柱和圆锥 好了 然后呢 我们说怎么才能学好几何呢 你记住田老师的十二个真言啊 第一个 基础的公式一定要记了 第二个 我们一定要会基础公式的推导 就是你大概会有有个印象 因为当你把推导记住了 哎 你才不是死记应被 这样的话 你的公式才能即使忘了 你自己也想得起来 第二个 我们说公式一定要熟练 公式在几何证非常多 周长啊 面积啊 还有一些 比如说圆的什么这个半径直径等等的一些关系 这块你一定要记熟练 千万不要混淆 我们说几何学的好的都是公式很熟练 这样的时候拿到综合的题的时候 才能非常简单的应用 最后 哎 我们说一定要多练习应用拓展 因为几何这块其实在学校里学的还OK 然后在小生初的一些考试中 田田老师给大家整体的看了一遍 我觉得考了确实有一部分是比我们学校学的要更加拓展的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当很熟练基础打牢的时候 拓展部分自然就有感觉了 好了 那你看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 这是线 对不对 你看 哎 它两边的就是点 然后这些是平面 然后离起 好了 那赶紧看看今天我们要学的主要内容 今天我们学的主要内容分四块 我给大家说一下时间怎么安排啊 今天田老师估计这讲怎么也得讲高 一个半要是左右 然后呢 第一个呢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先全部把题目都做完 最后有个答案 是这样的吧 你可以先对一对 但是我觉得因为田老师的题目还是有深度的 对不对 你不可能都做对 而且呢 中间有很多的细节一些概念 哎 对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我们分块听 大概在线与角这块我们非常简单讲个十分钟 考的也不多 然后 哎 因为线和角讲完了 那自然它就能组成平面图形了 平面图形也是我们的小生初考试中最重要的一块 我跟大家说 哎 比如说如果要是十道题的话 平面起码能考到八道题 对 各种各样都是平面的题 但当然今天我们讲不到所有类型平面的题 哎 我们先把课内的学过的平面先给它复习好 然后再稍微拔高一点点 确实有一些讲不到 哎 那在以后我们会慢慢通过各种的方式 比如说测试题 比如说直播 答疑等等 给大家再补充进去 然后第三部分也就是我们的立体图形 因为这一块我们队学习刚刚在最开学的时候 学的已经很深刻了 所以立体图形这块 我们不放为今天复习的最重要的 所以这块大概也就讲个二十分钟左右 最后就是综合应用 那就是各种小生初的真题就都来了 所以这块大概会讲个半个小时 所以我们的时间是这样安排 同学们也根据这个时间 对 旁边准备好一杯水 是不是 我说休息 我们就休息会儿 不然前老师休息了 然后你一直学 学到一个小时的时候 你可能就崩溃了 是不是 好 跟好天老师的步骤 第一个我们先进入到我们的线与角 线与角之后我们空了一点 为什么呢 来 我告诉你 小学阶段我们就先两个五 哪两个五呢 五线和五角 到底是哪五个线呢 有人说线还分那么多种吗 分 好了 那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知识啊 哎 我们先长了学问 说这是一个木板 是吧 然后说现在我想把它呀 给它固定在墙上 至少需要几个钉 哎 那我们先让一根钉行不行 一根钉为什么不行呀 你相信你放着它就会动 是这样的吗 即使你钉它再死 别人碰一下也就动 动了 不叫固定在那儿 那至少需要几个钉才行啊 至少需要两个钉 因为你会发现一个钉 它是确定不了这个线的 对不对 但两个钉它就确定了 那这也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 那个非常重要的话 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那说到了直线 什么叫直线呢 还有什么线呢 那我们进入天天说事环节啊 我们就开始谈到这个五线了 首先哎 我们说跟直线 比较相关的好兄弟 就是射线和线段 那我们看看第一个就叫线段 为什么人家是有 就是两边是有头的 这样叫线 那第二个呢 哎 就一边有头射出去 当然叫射线 最后一个没头没尾的 就叫直线 说了这些同学们就知道了 啊 那原来啊 他的联系和区别就都找到了 首先他们都是直的 这个就不用说第二个啊 你会发现线段 它是有线度的 他能不能说这是射线的一部分呢 当然可以了 比如说他就是射线的这一部分 对吧 他也可以说是直线的一部分 那他们的区别 其实你可以从端点就判断的出来 线段有两个 射线有一个 哎 直线没有 而且你还知道线段是可以度量出来的 就我知道他有多长 但是直线跟射线就无限长 不可度量 那有朋友说你这才说了三呀 还有点是什么 那我们再想想现在我们指的一条线 对吧 那说完这一条线呢 来我们看看这个啊 也是个小应用 说现在呀 我从A点到B点啊 然后说有三条路 然后呢 呃 这三条路呢 这个比如说现在让你去走 然后这三条路在门口的时候都各占了一个 哎 为这条路说明的人 然后这条路这个人呢 是这个大帅 大帅说你走我这条路吧 你看我这条路是个圆弧 平平坦坦的 多好走呀 然后走这条路的呀 哎 是这个小花的小朋友 这个可可还记不记得很漂亮啊 你走我这条路吧 我这条路更好 然后也没说什么理由 然后最后一个小胖 你走我这条路吧 我这条路你看弯弯气气又能看风景啊 是不是哎 你还能锻炼一下多好呀 那如果是你 你为了图省事 为了图近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 当然会选择可可这条路了 为什么 哎 这就叫我们的两点之间 线段是最短的 好了 所以我们说到这 线线段很神奇 对吧 呃 那除了这三个还有什么呢 那来 请小胖问我们一个问题啊 他问同一平面内 如果现在给你两条直线的话 那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位置呢 那我们想想 同一平面内 给两条直线 那这两条直线可以是这样 对不对 这两条直线也可以是这样 然后这两条直线 它还会是这样 好 我想问问 呃 这三种位置 如果让你分类 你会怎么分类呢 对 当然他俩一类 为啥他俩一类 因为直线是无限延长 我这还没画长 如果一画长 你会发现他俩是交在一起了 是这样的吧 但这个不管怎样也交不到一起 对 所以这块还有一个小小小小小故事 问啊 说猴子最不喜欢什么线 猴子最不喜欢平行线 为什么 没有相交呀 对不对 哎 所以我们管这样的 两条线就叫相交的 可相交的 这样不可相交的 管它叫什么线呀 叫平行线 所以有两种位置关系 第一种是平行第二种相交 相交的一定程度 成直角了 哎 就叫互相垂直的 好 来我们看看 平行肯定没交点 相交肯定有一个交点 即使垂直也是有一个 但我们把那个点 就管它叫垂足了 啊 我们说怎么画呀 平行线就这么画呗 啊 那相交线 你可以斜着画 但是如果垂直的话 哎 这块必须别有一个 直角符号 好了 这样的话 那五条线就学齐了 啊 那五条线学齐了 这块我特别强调的是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 垂直你不能只说两条直线 互相成直角 一定要在同一平面内 两条直线互相成直角 才可以 比如说来我们现在举例子啊 来说现在我有两个平面 然后我这块呢 我们就画这条线 这块呢 我们也画这条线 现在这两条线假如这么放在一起 是这样的吗 那他们现在互相垂直吗 看着像 但不在同一平面内 这个就说不好了 然后平行也是一样 一定要在同一平面内 不相交的两条直线 才叫平行的 还是举个例子 现在我还是找这两条线 这两条线我们放在这 你看 肯定永远相交不到一起去 是这样的吗 那这个叫平行吗 不在同一平面内 这个不好说 或者有人说你这个举的例子 我觉得不好 你在这块随便画条斜线 你这块也随便画条斜线 你把这两个平面平行的时候 这个斜线这么一看 肯定是不平行的 对吧 但是 但他们真的就是不想揪 是这样的吗 所以啊 这块一定要记住啊 一定是在同一平面内的 这样我们才管的叫平行线 那在不同平面内 它俩相交不上 比如说一个这样放 一个这样放 叫平行线吗 你叫它 它也挺挺别扭的 是不是 好了 记住最重要的前几个字